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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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來了 熱愛裸體游泳 德國男人定性強 到哪裡都可以裸體游泳 那德國男生要很有定性 譬如說看到那種裸體辣妹 不能有感覺 不能有感覺 不想知道有感覺怎麼辦 德國鄉長跑出來 我看 不能有感覺 我再看 其實主要裸體的是小孩跟老人 老人可能變 不脫衣服呢 泰國人創意十足 廣告比正片好看 沙崇溪超好笑的 超好笑 因為泰國所有的昆蟲都會 對 比如說沙崇溪可能殺掉他的爸爸 然後被兒子很難過在哭什麼的 這也太有威風了吧 妳知道嗎 台灣有好多世界第一 高山密度 夜市密度 還有台灣醫療照顧好多好多 我只知道台灣的男人 帥氣跟溫柔也是第一的 那我日本青山蘋果世界第一 同學來了 世界第一 誰敢跟我贏 當然啦 大家都一定有自己最厲害 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地方 對 但講到世界第一也有很多 來自全世界的故事對不對 對 像有一個來自澳洲的 哪一位 12歲的少年 這也太帥了吧 他因為這張照片 他12歲而已 他因為這張照片在Instagram 48小時裡面 破了百萬追蹤 我們一直說不要以貌取人 以貌取人 就是要以貌取人 管妳的 我們就是要 他是世界第一美少年 好帥喔 然後他今年滿20歲的時候 變成型男 20歲嗎 還帥嗎 好帥 他還是帥 沒有歪掉 他沒歪掉 對啊 像豐田就是歪了 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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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年輕偶像 現在變態變態了 對啊 變態血腥了 以前他在《Break It Down》的時候 沒有想到 對啊 音樂 《Break It Down》 這麼帥氣不在了啦 對啊 現在看完全沒有帥氣感 現在沒有帥的感覺 帥氣沒有前途 要有親和力 血腥可以走更久 我親你一點 你怎麼這麼墮落 不會墮落 我同意喔 因為以前我模特兒 我也會覺得 血腥可以走更久 對 對 李懿 你現在要走台步 我真的不行 對啊 我真的不會 歪歪的 沒有要K我真的 很想看 還是學會一下 你是專業模特兒 你是專業的 你專業的 李懿 我們走 請你 你們知道嗎 李懿曾經是名模特兒 對啊 台灣在最紅的 都還不在台灣 好了…就這樣喔 你現在叫他用球 等一下… 你現在你走一下嘛 好… 音樂 今年春夏最新流行的款式 春夏在幹嘛 尷尬… 你看多尷尬 現在已經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 他的專長已經改變了 以前是用腳走台步 他現在是用腳吃飯 真的嗎 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功能 以前那 你現在還有沒有研發出 什麼樣用腳指頭做事的 你現在腳 一分鐘可以打幾個字 一分鐘大概20個可以 好厲害喔 用腳指頭打喔 真的 手機也可以聊天 手機 很難對準吧 對啊 沒有 就是放在那邊 這樣子按那個字啊 你看得到 你眼睛有那麼差 那麼遠 你那麼高 你看得到 可以啊 會彎左這樣子 那就用手機 他男朋友很幸福啦 而且 你現在 為什麼要這樣子 手在忙什麼 手腳並用 對啊 好 歡迎提了 所以今天 邀請了各個國家的朋友 我們討論一下 每個國家有哪一個是 他們的世界第一 在這裡看一下 韓國怎麼比美國厲害 你們猜一下 醫美啦 醫美 醫美啊 醫美 對 我是娛樂吧 超自然的 因為美國醫美都是那種 超後腿 對 然後超大屁股這樣子 對 韓國很自然 美國好像過了幾年之後 你就看到他們的臉啊 嘴巴就是太腫了 對 對不對 都會走一個超膨的路線 美國要復診啊 要一直復診啊 像那個Cardi B現在很有名 他就覺得 他就長胖 長胖 他就再抽再放回去 所以他永遠就是 對 他不願動但是還是很正 對 身材也維持了 對啊 他們就各種方法 但是是否就真的是 醫美 應該醫美 到底是什麼比美國厲害呢 韓國 或是K-POP 樂國比美國厲害 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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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哪種熱狗 韓國有熱狗可以吃嗎 是亞洲是最後的 對啊 亞洲是最小的嗎 韓國的熱狗 應該是吃的熱狗吧 對啊 有這麼多的美食有什麼熱狗 搞不清楚 我們現在講真的吃的熱狗 吃的熱狗 是真的吃的 真的很誤會 其實我發現那個 美國熱狗跟韓國熱狗 最大的差別就是 韓國熱狗有手把 對 有手把 對 又可以用那個 手把 不是 木頭棒子 對 木頭棒 豬籤 美國是用手拿著吃 對啊 就蘸到那些醬料 那個番茄醬啊 對 就什麼醬醬 但是韓國不會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木頭棒 對 然後就上面有一個熱狗 然後最近有推出 對 最近有推出那個一些牌子 就是有外面一個什麼 馬鈴薯那個球啊或是 很多口味 對 然後那個地瓜 對 地瓜也有 然後裡面有那些起司 一半是起司 一半是那個火腿 所以吃一半都是起司的 莫沙拉拉那個起司的味道 後面是火腿的味道 所以 一吃一個熱狗 就是吃兩個熱狗那樣的感覺 對 很多口味 醬料也非常非常豐富 那個牌子已經進台灣來 對 台灣有一間 有喔 那東西也有 很多人吃對不對 有吃 很多牌子那個很多口味真的 這個明明就是複製美國 可是它相較起來 它好像美國的比較單一 我們美國的比如說什麼 國安法 也類似白天的夜市這種東西 會有牛肉 牛肉也是在一個棒子上面 也是用一種玉米的 炸過的對不對 對 炸過的皮 你要加什麼起司什麼什麼都有 這些韓國人都複製美國的東西 再縮小一點點 就是算比較多錢喔 都說自己很厲害 重點是縮小了一點點 真的 沒有說如果是韓國的 就是我們 大家都說美國的好不好 對 聽說這樣 如果他們要不一樣 就是吃個泡菜 就說韓國的那個好好吃喔 吃泡菜 紅紅的 很好吃啊 這是真實啊 那個牌子剛好2021年 那個進美國市場 爆火 爆火 對 真的 因為很多那個美國人 當地人就吃一口 哇 不一樣 對 比美國的熱狗 韓國的味道 對 對 對 爆紅 我說歐美國人都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OK 這是韓國的特別熱狗 韓國比美國厲害 接下來是 美國什麼比法國厲害 沒有 沒有 沒有任何事情 沒有任何其他 別的國家可能可以比 可是美國千萬不會 欸 法國就是最不喜歡美國 一定的法國會受不了 美國什麼贏他們的 美國很多第一啊 負面的 槍啊什麼的 槍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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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城市的尿燒味會比 八 整個可以 會喔 我們的市場比你們厲害 什麼市場 超市啊 超市 比如說你要買菜 你到美國的話 種類超級多 你像在台灣什麼 一個家樂府好了 其實 東西很精緻沒有錯 稍微貴一點 但是種類很少 種類很多 對 是嗎 灌一個薯片 美國一個薯片 那個走廊是比這個攝影棚還長 喔 這倒是真的 但灌完會不會很累啊 很累 你要怎麼樣的一個薯片 其實他就是 不管是 披薩好了 披薩 冷凍披薩 我也是嚇到 冷凍披薩 怎麼可以有這麼 這麼長的 這麼多種品牌 這麼多種不同的味道 我跟你講 班傑厲害了 他真的猜對了 美國比超級成功 什麼大多厲害 冰淇淋 一個冰淇淋 我不知道有這麼多種冰淇淋 在美國你去逛冰淇淋 你就逛到腳痛 你剛剛講的 到現在都是高熱量 然後不健康 對啊 那個冰淇淋 那個冰淇淋 而且到美國的時候很開心 是不是很開心 你看那麼多冰淇淋 你要什麼味道都OK 誰想吃你們的冰淇淋 你們的冰淇淋 百分之九是百糖好嗎 都是糖 假的 假的味道 都假的味道 都人工的 其實比一個味道好對不對 你要選法國的人 味道很少 我覺得我完全不同意 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有什麼是Costco 可是他們的Costco 我們比如說在台灣 對 妳說假熱福 可是我覺得假熱福其實比較便宜 也比較方便到處都有 假熱福比較貴吧 我昨天才是說假熱福 沒有 你一次要賣這麼多 很不喜歡 誰有這麼大的冰箱 大家都覺得假熱福偏貴是嗎 假熱福貴舉手吧 假熱福很多東西都沒有了 因為我要的東西 假熱福都沒有在賣 對啊 什麼意思 小小 你什麼東西沒有 是情趣用品吧還是嗎 沒有 是因為你們想吃很不好吃的事情 可是 假熱福的東西比較新鮮 也比較健康 你看你做的東西都是 冷凍的 冷凍的 對 都是冷凍的 而且很多外國人 特別是法國人去美國 他們一直會保願 他們美國那邊的草市裡面 沒有任何健康的食物 或是如果你想買健康的食物 你要花很多錢 所以難怪那邊的 胖子比較多 對 胖子 是因為很貴 健康的食物很貴 我們美國是這樣子 我們有分 就是如果你有錢 我們就是有健康的超市 你沒有錢 你就是一般的超市 對不對 那如果是健康 但是一般的超市 也有一個健康區 稍微小一點 東西是比健康超市便宜很多 你去那邊逛逛真的很累 我之前住在美國 真的很討厭在那邊買東西 因為你隨便想要去買一個 麵包 均去一定要至少一個小時 因為真的要荒擾一圈 不是 不是 真的那個地方很大 太大了 OK 再次證明真的是歐洲國家 相對來講 對美國都沒有什麼好感 再次證明這一點 選擇障礙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 日本什麼事比法國厲害 可以猜一下 就是A片 A片工業 A片工業真的是 法國人也很 全世界厲害 情緒用品的產業 法國厲害 化妝品有可能 化妝品 化妝品也有可能 對 日本有很多很多品牌 我覺得是啤酒 啤酒應該是 啤酒 啤酒味 日本真的很會 來看一下 日本 米其林餐廳比法國厲害 比較多嗎 還是這怎麼說 是真的很厲害 可能就是大家聽到米其林餐廳 會想到法國 但是米其林餐廳的星星 其實全世界最多的是東京 你看東京是星星 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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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三名是京都 然後第四名是大阪 就是米其林餐廳 對 米其林餐廳的星星最多的 就是日本了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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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的米其林餐廳 是要用 正如說那個 宣傳法國的事情吧 我們法國人不回去 然後你們有那麼多 是因為那個米其林的星星 沒有 不是無限 有一個 有一個素質 沒有 你不能一直給 為什麼你們有 是因為我們的法國猝使 說不要 因為壓力太大了 而且 後來你的 你的夾子 對 因為你用米其林 其實很多猝使說得到 米其林的星星 只是有點倒昧的 因為壓力很大 會有很多人來看 會越來批評 你的價錢會 哇塞 很多原本的客人 他們有米其林行星 會不想去 因為他們會覺得 他們蓋了 有很多外國人 我不想去那邊 所以大部分的法國初始 會說 所以你說法國人的看壓線很差 然後排外國人嘛 對 這比較好啊 沒錯 然後抗壓性差 台外 台外 對不起 可是那個米其林星星 是誰給你的 誰給我的 是法國的 是法國給 所以這是我們決定好嗎 法國不要的給你的啦 對 可是我要幫忙 日本講話一下 是他們的天殿 我先打人家兩下 然後再摸頭 施捨啦 施捨也太多 東方國話嘛 星星給你啦 日本巴掌 其實你有沒有 那個四節甜點比賽 除了法國人印的話 如果法國人有一年沒有印的話 那就是日本 沒有別的國家印過 日本可以跟法國平對不對 在甜點方面也很強的 對 但是我要跟 幫哪里講一下 的確有那些外國的廚師 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一旦我拿到這個星星之後 的確很多人就變 我就變成大家的這個劍拔 對 大家就會想要找麻煩 以前平常來吃都很開開心心 現在來吃 怎麼奇怪 這個倒茶的時間 稍微晚一點 就說你不是拿米其林嗎 就像雞蛋三顆 什麼都沒茶呢 不來倒茶 然後就給你付品 對 所以壓力相較 就是用放大鏡來檢視 不愛工作 有些廚師他可能就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 我為什麼要被米其林 三個字綁架 對 以前我們會喜歡 當然是從我們的國家來得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每一個得到 米其林行星的餐廳的 生意會越來越不好 對 所以現在他們說 我不要謝謝 你們給日本人就好 用做日本的事來打擊別人 這個東西我們不想要 給你們 就這種感覺 好 OK 接下來 再來是西班牙 什麼比日本厲害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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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一個冠軍 OK 還有什麼 是一個大家以為是日本很厲害 但其實西班牙比他們更厲害 真的嗎 脫星 脫星嗎 那是我自己一個人在開發的 就西班牙公司 不是假的 這是什麼調查 他獨跳大量 獨跳大量 對 但這是大眾 那我們看一下到底是什麼 西班牙的文權比日本厲害 哪有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都沒有聽過 真的 這是我老看的 日本真的很棒 一定不會 西班牙有溫泉 日本太棒了 我老家的溫泉 超美 才一個河岸 然後這個景都是 好可怕 這不是對日本啊 這是我們台灣女性的 魚 這是因為我拍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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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 猴子泡得都比這個好 真的 我這裡泡得比猴子好看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 這是我拍得沒那麼好 但這裡也是這個風景 就是它的物體條件 不是跟日本景 也是那種秋天紅葉 春天開花 漂亮 雪景 冬天雪景 那四個季節分明的那個 感覺跟日本差不多 重點來了 免費24小時 我的天啊 好可怕 喔 喔 免費的 免費 市政府經濟 會不會有一點危險 為什麼危險 就是可能男男女女去啊 有些女生就害怕啊 日本也不是也是這樣嗎 不是 我覺得我們是花錢 享受這個溫泉這個過程 然後我們也是很遵守那些規矩 就是一定要洗完災去泡啊 怎麼樣 對 那如果那些阿傘門啊 就如果有沾東西 一定會跟服務生講 那些免費的地方 應該沒有服務生來清潔 而且日本是男女生開的 也是有管理 也是可以洗澡 但是就是不像日本那麼多規矩 就很隨性 你要洗就洗 對啊 很髒啊 對啊 很髒啊 沒有 你會板著呢 日本裡面的 不是啦 這是類似野溪溫泉啦 但是野溪溫泉的感覺 野溪溫泉經營得很好 就是都是市政府經營的 你就這樣一張照片 你就說你們贏日本 還有這個啊 我們有三間 三間都是朱永和的河岸吧 對啊 就是朱永和的河岸 是不是想要來 我拿著照片不開玩笑 我目前都是美派到 因為本來這裡有我的全裸 但是他們好像被剪掉了 全裸啊 熱愛裸體游泳 德國男人定性強 我們有一種戶外游泳池 到哪裡都可以裸體游泳 那德國男生要很有定性耶 你就看到那種裸體辣妹 那身材很好 有感覺怎麼辦 因為 不能有感覺 對 我剛剛想知道有感覺怎麼辦 我看 我看 不能有感覺 我再看 所以 市府說其實主要裸體的是 小孩跟老人 所以老人 老人可能變 我的衣服都沒感覺 對 你說沒感覺 秋秋你 你怎麼沒感覺 文泉 終於有渠了渠泳 你說這是渠泳嗎 渠泳在這裡 沒拍到 因為本來這裡有我的全裸 但是他們好像被剪掉了 全裸 對 每張上面的鑽點會不見 我覺得 都搭配他的全裸 日本溫泉厲害是 它超會堆疊那個氛圍和氣氛 像我之前去愛媛縣 他就要先坐少爺列車 然後那種非常古老的 然後坐到那個溫泉上千年的 然後你在那邊泡湯 那個氛圍整個都不一樣 真的 而且我覺得日本溫泉厲害 是你真的隨便 你隨便走進一間 它都超乾淨 真的 因為它是裡面有木頭 或是有一些裝潢 那種都很容易有SPA 美物感他們都維持 非常非常乾淨 然後種類很多 療效很多 而且很多很有名的溫泉 對 草青溫泉也很有名 他們不只是溫泉好而已 譬如說它的溫泉是95度 通常我們都覺得太燙不能泡 就是加冷水 它不會 它有它固定的儀式是 慢慢的用 去讓它降到51度 它還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傳統 就是傳承下來的一個技術這樣 對 它不是加冷水 它是保持它有的療效 我們要用一個湯柔的技巧 我們要影片可以看 這個很特別 有影片啊 西班牙真的比不過啊 這個就是 你看 對啊 你看 這個真的很強 這個會很想去泡耶 很棒 很棒 這個一直唱 真的 它變成一個表演 有 好棒喔 可是 哇 很厲害啊 很棒 很棒 對啊 很大型的火鍋的感覺 欸 欸 你啊 不是 你很掃興耶 你很掃興耶 熱水就像部隊鍋了 不得 日本真的太強了啦 對啊 這個好像大家比較不認同 所以這個板子 它是他們自己說的 對 我也是最厲害的這樣講 德國什麼東西比西班牙厲害咧 到底是什麼 德國 比西班牙厲害的 比是啤酒吧 啤酒吧 對啊 欸 請看 到底是什麼呢 德國 的裸體文化比西班牙厲害 什麼卡呢 誰 會贏過 你們想到西班牙 因為佩德魯的關係 他就是很愛 宣傳那種裸體主義的文化 對 但是其實這個在德國 是一個很普遍的事情 因為我們 在哪裡 我們是那種湖邊啊 或是海灘 或是那種公共游泳 因為我們有一種戶外游泳池 到哪裡都可以裸體游泳 是喔 好棒喔 真的喔 我們覺得很合理 很理所當然 而且我覺得 我們覺得小朋友 可能到六歲之前 游泳的時候穿衣服很不自在 對 所以如果你去那種戶外游泳池 或是湖邊什麼 小朋友跟老人 幾乎都是裸體的 那德國男生要很有定性 比如說看到那種裸體辣妹 身材很好 不能有感覺 對啊 就是我們 不是啊 因為你天天看 就比較好 不能有感覺 對啊 太羞耶 有感覺怎麼辦 不能有感覺 不能有感覺 我看 德國想長跑出來 我看 不能有感覺 我再看 所以我說其實主要裸體的是 小孩跟老人 所以中年人可能他們 可能要避免這種地方會危險 所以現在Cue你 有法令馬上就看得出來 對 但是喔 所以老人 老人可能變 你拜託有感覺喔 我們脫衣服囉 沒感覺 對 你都沒感覺 求求你 你怎麼沒感覺 吃一點尋利力 可是德國 厲害的例如是三溫暖 我們的三溫暖是 強迫大家裸體 如果你包那個毛巾 毛巾 我是泳衣 完全不可以進去 而且是男女一起的 蛤 為什麼 所以比方說我們參加籃球隊 我們籃球隊的隊友 帶自己的女朋友進去 那個三溫暖 所以我們都看得到 隊友的女朋友的裸體 女朋友是辣妹喔 前途後翹喔什麼的 在那邊聊天 大家都坐在那邊 然後就是看我的好兄弟的女朋友 在那邊一起聊 然後假裝我們看不到她的胸部 要聊聊 但是我們就是心裡面一直覺得 不能有感覺 不能有感覺怎麼辦 你不可以圍起來喔 圍起來大家會頂你喔 對 所以德國人是非常會 控制自己的 定力很好 其實滿厲害的耶 這樣子也不健康喔 那你自己去體驗 也算是一種才華 對啊 可是那種地方最厲害 其實年輕帥得漂亮的人 其實那邊會低調一點 那邊最外向的都是老人 他們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可能會故意在你面前就是 摔他們的 摔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好像很 就特別自在 的確那是滿進步的 在你們亞洲的眼裡 德國的尚文藍是很進步 但在我們 在我這個西班牙就是裸體的天堂 尤其是在我裸體權威的面前 就講 裸體教授 班門弄斧吧 就是 所有的德國人來西班牙裸 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們只有三文暖 我們是全國裸體主義 就是我們的沙灘 裸體主義的沙灘 都是德國人一堆 來我們這邊裸 我們已經是裸到沒感覺 我們不用忍 因為我們從小都是 然後我們全家裸體看到一堆 真的假的 你就沒什麼感覺 好 那你 有 我之前小時候 追求平等嗎 你怎麼 身為亞洲的女性你怎麼看呢 因為我覺得你們比較沒有定性 對 我覺得你們會有感覺 我就怕我們會有感覺 不會啦 厲害了 沒有 突然想到我小時候 有去過德國的夜店 那時候真的好幾個人都是全裸 就是直接撒來摔去然後跳舞的 連內褲都沒穿 沒有沒有 真的直接 裸體走來走去 我們 喝醉開始集體跳繩 沒有 我們 跳繩 對 德國真的厲害 你一個人很痛為什麼 來 因為被他踩到腳 太長 不然 不然 講話小心一點 繼續看他 是你 來 來 法國什麼是比泰國厲害呢 也是法國人自己講的 按摩嗎 還是什麼 不可能 泰國按摩太強了 對啊 來看一下水果 法國的泰式料理比泰國厲害 什麼厲害 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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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我們的初始是非常厲害的 他們會去 不愛工作 他們會泡所有的全世界去拿 每一個國家的特別料理 特別材料來做事情 OK 你看 如果你去泰國 你像吃泰國的料理就是這樣 這好好吃喔 這超好吃 對 這很好吃 然後我們的泰國料理 炒麵 這什麼泰國 這根本不是泰國菜 炒得很精緻 乾本不是泰國菜 吃泰國菜 可是我們濃炒得比較漂亮好嗎 不要 為什麼好吃喔 我要剛泰式料理了 這是什麼 看不懂 這是蔬菜棒嗎 這是肉啊 這是肉 然後有蔬菜棒 他把它有一點做造型 就是泰式料理 這是泰式嗎 是 甜點也很漂亮 一口就沒了 這不是太甜點 吃不出來是泰國料理 你看 還有一個小吃是很可愛的 對啊 我們弄得比較漂亮 也比較好吃好嗎 這個是 不是啊 重點是你們 他們很注重的是 白色 白盤 對 他們重點是白色 真的是滿好看 但是 只有最後一張才像泰國 對 可是 因為你們很會把你們 自己的料理變得漂亮 你看起來不覺得很好吃嗎 真的 很好吃 完全沒有 很像我喝酒 一整個玩笑出來的東西 看起來是想拍照而已 你會想吃嗎 不會 對啊 你看吧 泰式料理是要吃那個爽感 的確 去泰國的時候就是 你隨便路過一間 也不用管 也不用看什麼搜尋評價 你就進去 就點 然後它每一道菜就是疊滿滿的 對… 高高的對不對 尤其是那個路邊攤都好吃 都好吃 炒一炒你知道嗎 對啊 趴下來 好香的 好… 你說路邊攤都有 可是你看 台灣路邊攤也有很多好吃的 可是你還有頂颱風對不對 還是回去頂颱風吃他們的炒飯 為什麼不要去夜市吃炒飯而已 法國人應該是不服輸第一名 對 贏所有其他國家 這集錄下來我們都知道了 因為它是法國人的邏輯跟想法 他覺得什麼事情都要美美的 經過設計 有藝術的氛圍 但泰國的朋友覺得說 東西好吃一大盤就是開心 對 我們要吃口味 文化嘛 對不對 對… OK 接下來我們看看 波蘭什麼比法國厲害呢 應該包榮心會比法國人強吧 對啊 包榮心 這一點一定會贏法國了吧 來 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什麼呢 波蘭的麵包比法國厲害 當然… 波蘭人 對 波蘭人是全世界第一 喜歡吃麵包 所以我們的麵包真的是最好吃的 有嗎 有去過所有歐洲的國家 美國 台灣 香港 哪裡 全世界 你有去過德國嗎 真的 波蘭 有去過 德國的麵包 在德國也有買 但是跟我們波蘭的還是沒有辦法比 哇 對 而且我們好像麵包是在我們文化 在我們的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的部分 因為我們搭戰的時候沒有的吃 對 偶爾只有一點點的麵包 所以我們會特別尊重它 比如說它掉下到地板 怎麼辦 我們會拿起來 我們會做什麼呢 是啊 我也會 繼續吃掉 拍拍 我們會親它 親它 因為我們很感謝 那會吃嗎 當然會啊 我們還是會 親一下然後再吃這樣 兩秒 不然你親完丟掉嗎 兩秒 三秒還是可以吃 所以我可以吃 兩秒鐘之內也可以吃 我們其實隨時 想三秒都可以 對 妳看妳自己有多餓啦 不然的話10分鐘也可以自己吃 我們家裡非常很冷靜 可以吃 然後我們每一個餐都會有配麵包 但是最特別的就是這一個 是湯 黑麥酸湯 對 它有很特別的味道 酸酸的 然後最後 其實你可以邊喝湯邊蘸那個麵包 那個蓋子或者旁邊 撕開 對 這樣子吃 或者妳最後喝完湯 妳就可以整個盤子吃掉了 很Eco Friendly是不是 可以把盤子吃掉 有辣羅湯那個碗可以吃掉 台灣也有 台灣南瓜湯很多 也是做在這個麵包裡面 可是那個麵包不一樣 我們的真的 那個皮真的是脆脆的 而且小時候會議 最好的會議就是 在那個麵包買了 剛剛烤完的麵包 一定好吃 要進去了 真的整個心都融化了 我到現在回去波蘭的時候 一定會買這種熱熱的麵包 我相信波蘭的麵包一定很好吃 因為波蘭比較窮 因為那個 他們就吃麵包 吃麵包一定要做 做得很好吃 像美國我們麵包 你們都吃美國牛肉 對 麵包是送的 我們要吃牛排嘛對不對 哇喔 麵包是送的 美國人的意思 麵包那種送妳的東西 要做多好 比較有錢 不用啦 你們只有麵包所以 所以你們都覺得這麼簡單 把這麼一個簡單的東西 弄這麼好吃的 你要去波蘭才會懂 真的還是可以 也許波蘭人最喜歡吃麵包 有可能 對 可是最好吃的麵包 還是在德國 蛤 不是民法國厲害嗎 德國有三千多種麵包 三千多種麵包 對 然後麵包在 被聯合國交科文組織 已經變成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 像義大利的披薩也是 然後德國的我們晚餐這個字 在德文是阿伯伯 阿伯伯 阿伯伯 直接翻譯的意思就是 所以意思是我們可能 早上 晚上都會吃麵包 而且為什麼法國麵包 那麼有名 我不懂 法國麵包又硬沒有 對啊 最簡單的 而且這個在波蘭是最便宜的 最爛的都是 法國麵包 最便宜最爛的 法國麵包就是 在德國可能 你最後的選擇 因為其他的麵包 都比這個東西好吃一百多 最後的選擇 我們其他的麵包都比較好吃 對 什麼意思 走之前要來一根法國麵包嗎 什麼意思 最後的 你被講成這樣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你看他們那麼用力來 來嘗試說服你們 我跟妳一個 就是不用說服人 你們的可頌還是最 世界最好吃的 對 可是沒有可頌而已 就是麵包好嗎 我們的麵包 你說的麵包可以放在糖裡面 我們也做 你說剛濁號很熱的時候 你們沒有做這種的胖子喔 這個是這種的碗喔 有點法媚的感覺 可是 法媚 黑黑的 而且 而且你去 想不贏人家就詆毀人家 全世界都知道 法國麵包這件事情 你說喔 你不懂為什麼那麼有名 那為什麼大家都喜歡 你覺得別人是 因為最簡單 法國人會做行銷 而且很小 法國人比較會做行銷 對 我們做這個麵包才是藝術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大家不能到全世界 因為沒有那麼簡單 好 那你跟我說為什麼 台灣沒有波蘭人或是 德國人來開 有 有一個 那最有名 最有名動區的是誰 我告訴你為什麼 都是法國人 我剛剛一人好奇 我剛剛網路上想 然後我找到一個很合理的解釋 你說 因為法國麵包 誰都可以隨便做得跟法國一樣辣 對 但是德國麵包太優質 其他的國家做不到 所以 沒辦法模仿 發現歐洲內陸大戰已經快爆炸 其實哪一國的麵包吃要好吃 我們完全不在乎 對 只有他們在乎 對 他們最在乎 就看我們心情想吃什麼麵包吃什麼 對啊 日本的也很好吃 韓國咖啡店也很好吃 今天牙齒好厲害 法國 我們台灣也有五寶村 討論了這麼久 我們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法國的嘴比其他國家都硬 講 對不對 好壞 唉唷啊 最後 泰國的什麼比韓國厲害呢 韓國 變裝皇后 整形吧 整形吧 應該是整形 美女手術 畢竟美女 美女 對 兩個都會手術的 到底是什麼呢 時尚嗎 我們看一下 泰國的 廣告比韓國厲害 真的 泰國比較厲害 泰國廣告比較厲害 泰國廣告比較厲害 因為我發現 泰國真的廣告真的做得很厲害 超強 全世界應該也知道 沒有人 沒看過泰國廣告吧 我看過一些很種族歧視的廣告 你們都是愛取笑黑人啊 什麼這種 幽默的 很有聲音是不是 不是 但是以前 跟把一個黑人 那個塞在洗衣機裡面 然後一個白人出來了 沒有 現在是韓國的 好厲害 泰國厲害 沒有是韓國的 不行 沒有是韓國的廣告 以前以前 泰國人創意十足 廣告比正片好看 泰國 這一陣子很多那種就是殺蟲劑 殺蟲劑超好笑的 超好笑 泰國所有的昆蟲都會女人化 對 可是都是人來演 就是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可是你就會知道 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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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講到什麼你就會呆 忽視性很高啦 譬如說殺蟲劑可能殺掉他的爸爸 然後那個 對 兒子很難過在哭什麼的 兒子會來報仇 就是你覺得 這也太有網表 網表 真的 就一直看 真的 我們廣告真的很有創意 你看 你們都在談這個廣告 其實我們泰國廣告非常的幽默 然後比韓國的好 因為韓國廣告都是什麼知道嗎 都是帥哥美女 然後一些代言人啊 只記得那個人 對 只記得那個人代言 可是剛剛提到那個廣告代言人的部分 其實廣告代言就是那個廠商跟產品 跟那個代言的形象 又搭得起來才會找 不然那個普拉等肌肉怎麼會砸 Ken哥對不對 看到就肌肉 沒有 因為他這樣子 我們一看到Ken哥那個帥度 就會蓋過那個廣告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其實泰國的廣告 他們其實是很 我覺得你們兩個講的都好對 一個說產品好用 另外一個說我帥 好開心喔 因為我真的覺得泰國的廣告是 可以算是世界第一 因為你看一般的廣告 我們看30秒 我們已經有點膩 我們可能會看不下去 可是泰國的廣告 他看15分鐘的廣告都有 蛤 但是你 看得下去 可是你會一直想知道 他後面要播什麼 而且對於他們的廣告標語 你會很有印象 像泰國這一陣子很多那種 就是殺蟲記 殺蟲記超好笑的 超好笑 因為泰國所有的昆蟲都會擬人話 對 都是人來演 你雖然就是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可是你就會知道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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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講到什麼你就會呆 對 很洗腦 完全會記得這個商品 他在幹嘛 對 還學到了泰文 是 對 Sang7 Function的廣告 是在哪裡播出的 不是 我們要講的是在網路上 現在已經有影片 是把泰國的廣告全部剪在一起 對 他剪了30分鐘 有時候你真的會從頭 你給他看到我 真的會 真的很有趣很好笑 沒有錯 他成本花的也滿高的 對 他不是單純的就是 譬如說就只有帥哥或是美女 他有很多故事 對 甚至有時候你想不到結局 你不知道那個結局是什麼 對 而且有的會很感人 有的會看到 前面好像後面想哭 後面想哭 然後你會真的想不到那個結局 那個 對 甚至故事性很高 對 你會就是 對啊 他連動物什麼之間 他也都是有 比如說 比如說殺東西 可能殺掉他的爸爸 然後那個 兒子很難過在哭什麼的 兒子會來報仇 這也太有趣了吧 荒謬 這 就一直看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日本比較好笑 而且他們一定會讓你覺得 你看那個 你真的會不懂發生了什麼 很會影響深刻 我們在法國的YouTuber 他們超喜歡有做一種影片是 他們拿了很多 他們有很多日本的廣告 然後在那個中間 剪掉 跟觀眾說 你們覺得 後來會發生了什麼 因為真的 真的不會猜得到 因為 他們是超級會吸別人的腦 真的 我覺得日本是最厲害 日本其實也滿有很多 對 有一次是那個 噴那個致氪劑 有沒有 噴腋下的 女生這樣子站在 在電車上面 然後呢 曬到太陽 那個太廣滑了 前面的人這邊燒掉了 太陽光反射到他腋下 照到他腋下 然後反射到一個老阿伯的頭上 因為時間太久了 那個老阿伯 啊 啊 全鬧了 很好 但印象深刻 真的 真的 太誇獎了 好 還有什麼 還有外國朋友還沒有覺得自己國家 厲害到世界第一的有沒有 現在講就是第一名 沒有人能夠跟你比 那個韓國的網路查詢 大概一百幾項就是世界第一名 包括那個熱狗之外 還有很多一些 一些電子用品 那我就今天講新的 就不要講過去講過 是K-pop已經講過 那有什麼新的東西 高斯公路休息站 對 真的嗎 這有什麼好比的意思 那多嗎 因為休息站就是 一般都是上廁所買一個水 對不對 就離開了 不是 現在變成一個很乾淨 而且呢 大卡車的那個司機 他們需要什麼 他們自己獨立的 這個專用停車的位置 再來就是 可以交流量旅館 如果睡面不足 晚上不是車上睡 很便宜的廉價就去那邊睡 需要什麼呢 洗澡嗎 有 可以洗澡 對 然後呢 那邊你就 好幾天就是外面就 內衣內褲襪子都沒有洗掉 對不對 那怎麼辦 那邊有洗衣機 洗衣店 洗衣店 所以你把那個東西就 就包包 就給那個老闆 就去那邊吃個東西 泡那個洗個澡出來 衣服就一定就洗 你有感覺到 只有你一個人在興奮嗎 對 對啊 我覺得 天沒什麼感覺 我就知道 所以 沒什麼玩的 好可憐喔 沒比較沒傷害 日本休息站超好玩 利木縣有一個露營區 任何東西都不用帶 你就是那邊 然後可以露營 還有 還有群馬縣是有什麼天然溫泉 還有小型的遊樂園 大陸的休息站 這不是太厲害了 日本的高速公路休息站 有些很有名 像大黑休息站 它就是各種名車都停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會去那邊 然後看他們一輛一輛進來賞車 然後那個休息站 還有出自己的周邊商品 沒錯 就只有那個限定而已 韓國沒事啦 妳有覺得大家又興奮起來了嗎 對啊 好 那個休息站出來 衣服就一定就洗 你有感覺到 只有你一個人在興奮嗎 對啊 我覺得 天沒什麼感覺 我就這樣 所以... 高門無關的 好可憐喔 除非你講說那個高速公路休息站 沒有在做醫美 那我們就覺得蠻厲害的 對 本在的時間順便補給車 我講的 從A點到B點 我整個人會 脫胎換骨 變漂亮 因為我中間經過了高速公路休息站 整個臉變得更漂亮更好看了 我覺得 那這樣就蠻厲害的 韓國真的不能拿這個東西跟日本比 真的 因為日本除了公園啊 什麼特場區啊怎麼樣以外呢 立木縣有一個露營區 露營 露營 真的可以Camping 對 就是一個休息站 但是你可以就是任何東西都不用帶 你就是那邊然後可以Camping 來 還有群馬縣是有什麼天然溫泉啊 還有小型的遊樂園喔 不是公園喔 是遊樂園 那種 這是溫泉啊 大陸的休息站 很厲害 很厲害 這是目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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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站 這樣才是休息站 這樣才是目的點啊 而且日本的高速公路休息站 有些很有名像大黑休息站 它就是各種名車都停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會去那邊 然後看他們一輛一輛進來賞車 然後那個休息站 還有出自己的周邊商品 沒錯 就是那個限定而已 韓國北市啦 開朗你有覺得大家又興奮起來了嗎 對啊 缺點 日本的休息站沒有賣韓國的熱狗 誰要吃那個啊 日本的東西好吃多喔 也可以吃別的啊 也可以吃別的啦 對 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 我們這一集跟那個紀州島那一集 紀州島 對 又被霸凌了 紀州島 不要再提了 刺到你了對不對 其實好像日本有一個也特別多喔 什麼 什麼是世界第一 好像有一個世界第一 也是超過任何國家 有 厲害喔 而且你們絕對不會想要跟他們爭這個 蛤 真的嗎 在日本的精神科場是世界最多的 真的假的 韓國人又為了什麼崩潰呢 真的嗎 在日本的精神科場是世界最多的 真的嗎 壓力太大是不是 比例是最多的 真的喔 是因為壓力大 精神疾病 很多精神疾病 憂鬱症啊什麼都 對 所以像凱蘭 妳如果真的有壓力 我覺得她可以 不想再想那個紀州島的時候 趕快去日本 妳有名片嗎 有 有名片要看一下 都有 對啊 妳去看 去日本看精神科 那精神科醫師問妳說 妳為什麼來看 因為他們覺得沖繩比較厲害 又可以嗎 然後精神科醫師說 那這一點的確是沖繩這樣 他又瘋了 他又瘋了 就整個瘋掉 加油 韓國有很多好玩的啦 真的啦 當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 很厲害的東西 沒錯 大家要多踏出自己的舒適圈 去世界各地看看 才不會像班傑一樣 沒錯 什麼都覺得自己最棒 對 好不好 好 再次感謝大家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見